好 观众可以看到一早松山机场陆续有快筛事迹送来 而往里岛航班要填写健康声明书的地方也涌现了许多旅客 大家在机场外头排队依序填写健康声明书 上头可以看到会让旅客勾选的题目包含现在以及过去14天内 是否有出现发烧或者是呼吸道的症状 如果呢 勾选室必须要依照引导前往快筛 因为昨天指挥中心下令要重启国内五机场以及港口 往里岛航班船班的快筛令 交试前14天内出现症状以律都要快筛阴性才能够上机或是上船 还有自愿裁剪的旅客也能够免费快筛再飞往离岛 而快筛政策一恢复再碰上春节假期 交通部民航局也预期旅客人数会不少 为免行车延误呢 建议14天内有症状或是自愿快筛的旅客要提早90分钟报到 也让松机一早就涌现了打击的人潮 不过指挥中心虽然恢复这个快筛令 不过快筛与否完全失控民众填写有没有症状 能否完全阻断疫情呢 恐怕也看民众的自由行政 那么以上就是问题讲到最新状况 闲镜头交捧捧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